本周就是农历春节连续假期 今年共有7天廉假 为了守护民众的健康安全 台中县的医疗服务部打烊 像是医院有台东马街 东基部东官商池记 台东荣民医院等 以及乡镇卫生所的 大五南与绿岛等卫生所 将持续提供24小时急诊服务 身体不适的时候 会需要到去看医生看病 局长难回医疗这方面 可能就只剩下大五急救站 还好有大五急救站 不然我们真的要跑很远 另外由于气温骤降 类流感的就诊人数攀升 卫生局特别请医疗院所 在春节期间增设类流感门诊 也呼吁民众要多留意 自身健康状况 若有医疗需求 可先打电话至各医疗院所 确认门诊时间 那由于寒流来袭 气温骤降 呼吸道的病毒威胁加剧 我们内流感的就诊人士 已经创十年同期的次高 所以卫生局在春节期间 特别商请各医院 增设内流感门诊 台中县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春节期间国内外旅游 人次增加 民众应加强个人防护措施 勤洗手戴口罩 若身体不适 一定要尽速就医 掌握治疗环境时间 原始新闻物举台东市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